中国网新闻7月20日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日主持例行记者会,以下是本次记者会答问实录。 问,印度总理莫迪和习建平主席很可能在金针国家领导人约翰内斯堡会务期间,举行双边会见,你能否介绍有关具体安排,是否将讨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问题? 答,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都将赴南北约翰内斯堡,出席金针国家领导人会务。 据我了解,习主席在金针国家领导人会务期间,有同包括印度在内的有关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的计划,有关安排正在协调沟通中,这将是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今年4月武汉非正式会务以来的第三次会面。 双方届时将就国际形势、双边关系、金针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你提到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确,美国保护主义和大边主义行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和高度的关注。 中国和印度都支持多边主义,支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保护主义。 两国在这方面有着高度的共识和共同的利益。 事实上,这也是金针国家成员的普遍共识。 问,据报道,帕劳太平洋航空公司近日称,由于中国乘客数量下降,公司不得不暂停相关业务。 公司在致帕劳国会的信中称,这主要是因为北京认为中国和帕劳之间尚未建立外交关系。 因此,未将帕劳列为旅游目的帝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但,你提到的情况我不了解,请问,民航和旅游部门? 问,据了解,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递交文件证。 朝鲜,于此通过海上郭伯逃避管制,进口只有总量,可能已经超过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所规定的年度上限。 美国已就此提议朝鲜制裁委,要求所有联合国成员鼓励,即停止对潮出口净链石油产品。 但中国和俄罗斯已需要提供更多信息为由,对美国的这一主张表达了意义。 这是美邦提议被搁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目前联合国安理会朝鲜制裁委员会正在审议有关问题。 我们认为,此事应当根据安理会决议,及安理会制裁委员会有关规定,基于确凿可信的事实证据。 经过充分讨论研究决定,问,据报道,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称, 当前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贸易问题上陷入了联合博弈,美国需要和其他国家共同合作应对,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近期美方官员发表了不少颠档黑白的荒谜言论, 我理解他们也许有安抚国内那些对美国发动贸易战,表示不安和反对的人们的需要。 但鉴于纳瓦罗先生在美国贸易政策中的重要地位,为防止其错误言论误导更多人, 我还是有必要有针对性地回应几句。 首先,并弃冷战思维,不搞为我独尊,你输我赢得零和博弈, 是中方只以来大力倡导和大声呼吁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已经先后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追求的总目标。 我们秉持毅力相间,以义为先的正确业力观,和真实清诚理念, 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始终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得到发展中国家的高度赞赏。 第二,得益于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和庞大的消费市场, 很多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专得很满波满, 中国是苹果公司和通用汽车的最大消费市场。 2017年,通用集团在全球亏损109.8亿元人民币的情况下, 从其在华两家合资企业拿走133.3亿元利润, 到通在华销售占其总营收的58%, 一台苹果7手机售价最低为649美元, 但属于中国的加工成本仅价不到1%, 中国对美出口一套450美元的西服, 中美获得的利润分别为5%和84%, 不知道美方对这几个数字有什么解释, 难道也想拿他们作为美方在中美英文关系中吃亏, 中国在通美国联合博弈的例子吗? 第三,对于美方在国际关系中的表现, 美方官员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 世界各国是怎么看的, 大家心中有面镜子,都很清楚。 当然,美方有些人可能沉溺于自己异想的世界中, 一时还难以自拔, 但是,美国自己高举大傍乱大人, 却不允许别人还手自卫, 自己关闭大门, 却要求别人无条件敞开大门, 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和一己之私, 把本国利益凌驾于别国利益和国际规则之上, 已经给世界上了非常生动和深刻的一刻, 我注意到很多美国公民和美国盟友直言不讳, 美国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 美国单别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 是对当今国际规则和世界经济知识的最大威胁, 还是那句话,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再加一句, 汉莫大于乱,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大国, 美方有关政策和言行, 应有最起码的责任感, 应该有利于世界的智, 而不是乱。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